今天下午继续第二天 黄珊珊来带头开了善后记者会 第一天的善后显然没有善后 那今天善后有没有善后呢 因为今天早上静周刊做了一个报导 就是说其实在监察院的部分 4月份就已经因为账目有2000万的不服 退回给民众党了 民众党就应该要处理 想不到事后所做出来的各种账目 问题还更大 那今天监察院甚至公开 正式的发出了这个新闻说 的确在4月7号系统上出问题之后 8号就直接退回了 黄珊珊下午有没有回应这个部分呢 他就是完全否认这相关的报导 但当时这是第一天的 所谓善后记者会提的内容里头 就讲到了这个访美的时候 有账目被说你租车租这么贵 他说其实是雾登了 今天也是一系列 也有别的项目说是雾登 不管是金额大跟小 他说其实是把美西跟美东团 通通搞在一起 才会看起来这么多钱 其实租车并不是89万 是两笔美东美西 司机餐费 租租费通通包含在内 当然其他人都跳出来说 是不是又有说谎的嫌疑 因为吴欣盈过去是在 11月6号 这个行程是11月6号说在美东 可是其实是11月24号 他才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搭档 难道还没有成为搭档宣布的时候 就已经去了美国 然后就可以报在民众党的费用里头吗 这两次去到美国的行程里 大家都在看到底有没有要更多的解释呢 所以在媒体上忠实的分析认为 这是一个失败的未杀秀 好 每天我们不用别人报 我们主动出集 我们主动公布查账的结果 但公布出来的结果 真的可以抓出问题 还是让大家更有信心吗 这个第一场的三后记者会 跟今天第二场三后记者会 看起来都说像漏报的资料如何 有哪些处置登错 但却很多的这个资料 没有公开发票 或者是跟检调目前调查的 例如如果4月份 金阿娟就已经退回了 为什么 柯文哲会不知道 那黄珊珊是不是知道 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事后甚至有这个 账所谓的何爱婷这个会计 因为来不及登 找最不知情的这个端木正 去帮忙登帐 出了很大的问题 而这个陈伟宣 甚至是议空 帮忙把他登帐上去 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 端木正才给他2万块 算是公实这样 弥补弥补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那今天在监察院 这个高层的内容里头 是不是就是检调单位 目前正在查的重点 2000万当中的差额 包括了给尼奥的 跟什勒的 为什么在补登截止后 突然变成了他们的账 而事实上却没有这一笔 这个消费 就是说这笔支出的 任何单据问题 是谁指使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目前是不是点名 李文中要说明 这个是柯粉 朱慧荣他公开跳出来说的 从第一天上班 就被郑重的告知 木可这家公司的产品 不可以帮忙贩售 为什么呢 所有的政治现金 都有木可的工作人员 接手处理 所以木可的角色是什么 当然也是现在 检方正在追查的重点 那么郭正亮 亮哥他质疑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有没有说谎 是不是有协助某个人 把钱变不见 这件事重点 他说端木正 有没有拿到发票 如果没有拿到发票 为什么要漏报 为什么在监察院 退回来之后 要去帮忙做出 这样子的一个 不存在的支出开销 是最大的疑点 理论上 假账是在协助某些人 把某些钱弄不见吗 自己做制作主张的可能性 会高吗 当然黄珊珊在记者会上 都认了一件事情 就是财务有重大的瑕疵 但他自己说 我是总干事 会盖瓜承受 不过他也强调 我不会 不是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团队的问题 不会自己走 所以他另外再发了一个文 说五年来 在政坛上陪着柯文哲战斗 他身为一个战士 他这样形容的 几年前面对过生死的关头 当时没有投降 现在也不会丢盔弃甲 身为总干事会责无旁贷 下午民众党的中平会 要开第二次的会议 这一次也只有黄珊珊会出席 会不会对于李文忠 段木正 黄珊珊做出什么呢 被形容是内部有宝皇 跟杂皇的两派势力 但谁说的算 当然是柯文哲 柯文哲都已经讲出来说 这个时候走 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留下来善后 每天开这些记者会不是吗 所以阿贝 现在贝说 是不是等着金华城三大案 准备要传唤 所谓的甲账案北检 天下第一组 还一个一队的检察官 正在准备伺候他 弄死在野党就对了 民进党就更容易 民调更高嘛 试试度更高嘛 当然还有陈佩琪的案子 虽然这个案子 不至于要撤职他的职务 但是联合议院 已经在明天 准备要召开会议跟说明 要求陈佩琪出面 来说明为什么 到底有没有违反 所谓公务员服务法 有没有人头的问题 晚会对民众党这一连串的 危机处理 第一场记者会 推给段木正 后面的山后记者会 第一场第二场 继续把账目上的各种瑕疵 提出来说 但真的有帮助吗 我先讲 我觉得这个 虽然目前看起来 大家都道歉 然后说责无旁贷 但是我还是回头说 我觉得这整个 从一开头的这个处理方式 就错得非常离谱 包含这个账 就是灯打的部分 为什么会外包呢 我就讲 他从第一时间爆出来的时候 我看他在写那什么权利金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候选人 就是他那个什么备注 我都觉得他这个 这个灯打的人 他对于选举 最少对我们内部选举的一些活动 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最近这两天 连这两天的这个记者会 善后记者会 当然我想内部小草各方面 大家都很多声音 包含我自己 也觉得说为什么要天天开记者会 你就全部查完之后一次 再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那每天开 那每天大家都给你放大放大来看 当然我想柯文哲他大家就想觉得 那大家要看就全部公开给你看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媒体的效益上面 这个可能真的要想一想 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两件事情 误误 这个账户误登的部分 已经错到 让人觉得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非所思的地步了 第二件事情 现在就已经不是只是查说 你这个账有没有打错 或者全民在做审计你知道吗 全民都变审计部 一起来看你这个 都不用什么意思监察院出手 我讲监察院出那个东西 就是系统都会出的 我们就等打完之后 他最后就会说你的op不ok 会出来一张表 对啊 不行他就会退回来 而且正常程序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这个事情 被退回来那一个画面 没有人处理 我觉得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 黄珊的解释是说 上面只写不完整资料 没有写说短差2000万金额 然后他们打到财务部去问 说只是因为收入高于支出 要求去查清楚而已 他说他跟柯文哲 两个人都不知道 好 他们两个不知道 都没有人在说 这个问题都没有人喊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有够离谱 我就一直觉得说 那个最后结余的钱 跟上面 人家就已经告诉你 就合不起来 系统明明排排跳出来告诉你 你还不去处理 这跟我对 我就为什么说 我对黄珊珊不谅解就是这样 他到最后 人家那个老板 都已经发讯息给他 给人家已读不回 如果你有一点这种sense 就知道嘛 对不对 现在不要说我内部找敌人 我应该就就事论事来讨论 既然要开记者会 那就要把错的部分 要明明白白的面对 我说大家现在都不是在管 你怎么灯打错不错误了 就是我们处理的态度 既然要全民来做审计 现在也在看 就你这个黄珊珊代表 你现在就被责成要出来 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那你的说明要有说服力 要让大家觉得就是说 这个我们就自带审计就好了 不用等别人来审计我们 要不然我们在地方 真的是被凌迟 我跟你说 我今天下午中评会 我还是要讲一下 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我认为他会让他说明 说明完之后 今天中评会会开很长 会不会结论我不确定 但就我所知道应该是 真的是两方声音差异非常多 因为每个委员都收到 非常多的电话 各式各样的电话 各式各样的情绪 都已经满到超过头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中评会也很为难 但是我想今天 我不认为一定会出来一个结果 除非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刚刚听说他完全否认 建设院这个报道 我本来以为是说 建设院没有退回 所以他否认 就他否认 什么 否认他有退回 退回没有讲 所以我告诉你2000万对不上 是这样 那他都跟可以不用知道 总干事都可以不知情 财务长 甚至财务长也说不知道 会计自己处理完就算了 是这样吗 所以民众党到底多有钱 在很多公司里面 不要说2000万 200万可能都要报到 总经理那边去了短差 到民众党2000万 都还不用跟竞选总干事讲 所以民众党到底多有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整个进办 如果大家去看 几乎是柯文哲的市府团队 搬过去的 柯文哲是市长 黄珊珊是副市长 陈志涵是机要顾问 李文中是捷运公司的 董市长 如果你们在市府 软了八年 结果现在软一个小小的进办 软成这样的话 也难怪台北市政府 过去八年一事无成 你当过台北市长 你当然知道 不能让闯祸的人 自己查自己 大家知不知道 民众党 党部的财务长是谁 民众党的党部的财务长 可是以前台北市政府的 主继处长 他可是掌管了四年 一千多亿的台北市政府的财务 有这样一个经验脑道 而且是公务体系出来的 你就算不想让外人查 不想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查 你好歹让党部的人 来查你进办的账吧 党部的人也是你柯文哲的人 你怎么会让自己闯祸的人 查自己的账呢 你当过台北市长的人 难道你不知道说 你好歹让正风去查 对不对 所以你柯文哲这不是包庇 这不是护短 这是什么呢 你就是在暗示黄珊珊说 你赶快把你桶的楼子 给他补干净 给他擦拭干净 然后现在黄珊珊 每一天开记者会就说 我这个漏报20块没有报到 我这个漏报40块没有报到 你现在短差是几千万 你昨天好不容易搞出一个百分之一 终于补上了一个 大概20万200万这样去补 那你今天又补这边十几万 这没有意义好吗 大家不是在看你这每天漏报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端木症很烂 一堆东西没给你报 可是我刚刚看 他今天公布被漏报的那些发表 很多都是没有抬头的耶 所以你现在随随便的拿 去年了一堆发表出来 你都说你进办漏报的 谁知道啊 因为进办是没有统一编号的 所以你拿出一堆电子发票出来 上面都没有抬头的 你凭什么要我们相信说 那你进办的发票呢 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拿出 100张 200张 300张的发票 重点在于你柯文哲 到底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怎么处理黄珊珊 待会三点钟中评会就要召开了 黄珊珊刚刚在这个相用记者会上 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回答说 我并不是什么会恋战的人 重点是要把善后的工作做好 霍文哥 这个跟黄珊珊以前在跑通告认识很多年了 我觉得黄珊珊是一年不如一年 特别她去跟随柯文哲之后 这个联合报这个报导要好好加强 因为我反复的看了一下 重点没写到 什么重大瑕疵概括承受什么的 我先跟大家讲 就是说侦查不公开怎么会公开查账 刚刚陈婉慧还开玩笑说 我们全民来帮他审计 我才不要 我为什么帮你查发票 我又不是四叉帽 你既然侦查不公开 你账册都被检掉带走了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查账 所以我要公开的建议 柯文哲跟黄珊珊 这种叉叉记者会就不要干了 昨天的记者会的重点是什么 昨天记者会黄珊珊 他讲了好几次说要一起面对 这竞选总部我们会一起面对 我请问黄珊珊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干总干事 你要我一起面对 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当立委 你要我一起面对 你是最大的你是总干事 然后你是这个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面对 权力都在你手上 不分区也都是你的人 然后竞选总部你大权独揽 然后出了事情说我们来一起面对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联合报你到底在写什么呢 我请问大家 监察院四月推荐 我们现场有两位选将 陈婉惠跟游淑惠 柯文哲今天说我不知道 这个合理吗 观众朋友利用膝盖去想 你政治先进的申报监察院 推荐候选人说我不知道 有这种事情 你总干事都说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总干事我没什么兴趣 我说候选人你说不知道 那为什么 你凭什么说你不知道 那你就不要选了 这么多人选过这么多人 报过政治现金 你会报到被推荐 然后你跟我說你不知道 还一副的还摸头 那个招牌动作又出来 你在装什么 所以钱就我的意思是说 我根本没有兴趣骂黄珊珊 今天陈婉惠他们民众党 黄国昌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谁 问题是柯文哲 是你们的党主席 你们的总统候选人 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们的小草到底在检讨什么 黄珊珊 中平会把他干掉的党主席 还是柯文哲 今天用这些人 弄这些决策 用李文忠李文娟这个兄妹党 不都是柯文哲的决定吗 是你这个党 是一人政党 你们舍不得去谈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倒了 民众党就倒了 可是还有很多人 需要民众党的奶水 像黄国昌这些人 2026要选的 柯文哲倒了 我们整个党就算了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